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曉祥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呢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歡迎收聽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我和袁大名自然療法醫生 會繼續和大家分享一些自然醫療的資訊 最新的發現 幫助你和你家人能夠認識到 多些安全又有效的自然醫療工具 能夠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醫生 Hello Diana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知道袁醫生今天和我們介紹 蛇鹽Ebsen salt 我知道Ebsen salt 它的油名叫做Manasium sulfate 是硫酸味 它是有很多功能的 可以在保健方面 美容方面 甚至乎可以當家居用品 或者懸藝都可以形容到 那究竟它有什麼好處呢 那大家也聽了 很相信大家都聽到了 但是要說Ebsen salt 這個跟硫酸味有什麼關係呢 原來劉酸味這個 所謂的蛇鹽Ebsen salt 它取名於一個 英國有一個Surry 一個地方 有一個水泉 這個水泉的名叫Ebsen E-P-S-O-N 即是水泉裡面的鹽 這個水泉的泉水是很苦的 那為什麼Jelius這麼苦呢 就因為它是含有很大量的 尾和硫磺 一種化學的合成物來的 我們都知道 在醫學上 在很多方面 我們都知道 這個是 有很多保健各方面的作用 當然它的味苦的原因 都是因為它那個 那個瘤酸味 這個導致這個味好苦的 那這個 大家知道 尾在我們身體 扮演很多的重要的角色 它會調理我們身體 差不多325種以上的酵素 還要減低我們的炎症 幫助我們肌肉和神經系統的功能 亦都可以預防血管硬化 這個就是美的功用 我們前幾集 都和大家講過 其實心臟病 其實主要的關鍵是美的不足 第二就是硫磺 硫磺可以幫助我們 吸收我們食物的營養 將我們身體的毒素排斥出去 以及幫助我們減輕扁 扁頭痛這些問題 在過去五十年來 可以說 因為我們的農作業 和飲食各方面的改變 尾的水平差不多是跌了一半 我們過去工業革命 工業的農作業的方面 已經將我們泥土的尾 已經減少了很多 結果 一標準的 美國一般人的文明食物裡面 其實尾的成分 和我們上一代的食物 已經減少了很多 我們都說過 如果我們能夠加強美的水平 可以幫助我們改善心臟和血液循環的健康 會將我們的毒素沖走 也可以將細胞裡面的重金素沖走 它也會改善神經線的功能 因為它可以調理我們的油離機 電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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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到我們的情緒更開心 也可以改善我們睡眠的質素 以及我們的集中能力 尾的也可以調理身體的酵素 改善我們身體應用養分的能力 降低血壓 以及幫助我們的神經系統的功能 正常地運作 根據很多的研究 如果美的不足 可以解釋到我們現在 為何會有這麼多心臟病 中風、骨質鬆疏、關節炎 以及關節的痛 不同的消化問題 以及我們壓力有關的毛病 以及長期的疲累 以及很多其他的病 很多時候 人們都不知道 原來我們的油酸味 油酸的油酸味 其實是可以經過我們的皮膚 吸引我們的身體 所以通常我們會用的 瀉鹽是浸浴的 在浸浴的過程 它就會將我們的身體的毒素 抽離身體 亦都會舒服我們的神經系統 減低我們的浮腫 令到我們肌肉的鬆弛 亦都可以是一種脆皮舌 在美容方面 亦都可以是一種護膚 美容方面的作用 那袁醫生可不可以具體些 跟我們說一下 那射鹽在醫療方面 如何應用呢 首先我們剛才提及 這是一種消炎的工具 可以減低我們的炎症 從而舒緩痛楚 以及減低肌肉的抽筋問題 我亦都在皮膚方面 譬如香港腳 香港很多人都有 所以顧名思義 叫做香港腳 其實是一種毛菌 我遇到這個情況 我如何處理呢 我就浸浸那些瀉鹽 浸肉 這樣就可以減低 我們那個毛菌 香港腳的症狀 好 那還有是那些血泉 血泉 那方面 血泉 即是這個血泉 血泉 是可以有那個 放鬆功能 所以我們或然 原來 蛇鹽是可以 幫助和 預防血泉的問題 因为它是一种天然的降血压的工具 还有体味 原来蛇盈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 减低我们的脚气和体气 有时候可以用浸浴的方法 可以减低我们的皮肤体臭的味道 因为它是一种排毒的作用 如果有乳伤 可以怎么处理呢 很简单 一面用两杯射盐 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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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 在心血管方面如何做 原来射炎可以防止血管眼泡和血管的传湿 我们相信射炎可以改善我们心脏的健康 也可以减低心脏病发和中风 因为它可以改善我们的血液循环 减低我们的血压和保护我们的动物血管的弹性 也可以防止血泉出现 因此减低我们的突发性的心脏病 所以在心血管方面原来射炎是如此重要的 在大肠方面 我知道如果我们的大肠里面积聚很多这样的宿便的话 在长时间就会导致很多毒素的问题 我们有时就用一种射炎的方法 就用一些浓的射炎的水 就可以很快将我们的肠壮清除了 这就是一般人所认识的射炎 有时看到在外面叫Milk of Magnesia 在外面买的射炎 那个时候的名字叫做Milk of Magnesia 其实就是一个浓酸射炎 是一个流酸尾 当然了 遇到便秘 我知道了 很多研究都显示 射炎是可以治疗便秘 那这个呢 如何做法呢 原来这个射炎 是帮助我们身体的腸道 是增加水分的 当然了 有水分增加的时候 那会有一种排泄的作用 那内伏的射炎呢 亦都可以是一种排毒 就当是一种大肠的排毒的工具 那原本身就是一种轻射作用 那时增加我们那个腸壮里面的水分 那可以说呢 就是舒缓 就是可以简单地 很快可以暂时舒缓这个便秘的问题 那当然了 如果长远来说 这样 就是我作为一种射炎呢 我都需要有些专业的 这方面的专业人士 可以做你的顾问 那就是说呢 始终射炎 都不是一个最终下解决便秘的方法 但是在暂时性是可以 就是可以不妨可以应用 好了 排毒啦 我曾经都听过啦 那射炎呢 可以减低我们身体的毒素 嗯 也都可以呢 復步呢 是就是令到我们中央神经系统呢 是一种 一种 一种 Tranquilizer 的作用 Tranquilizer 的作用 Tranquilizer 的作用 就是 就是安神的作用 的真正的作用 那也都可以 减低我们的压力的 那 原来呢 我们在 那个射炎里面的尾呢 在尾的出现的地方呢 我们那个身体的那个 血清素呢 是会增加的 那我们身体也都知道了 血清素是一个身体的荷尔蒙呢 是可以帮助我们 舒缓我们 我们那个 那个心情啊 还有我们 提升我们的那个 那个情绪的啊 好了 那糖尿方面 怎么看呢 原来呢 糖尿的尾呢 本身呢 是可以帮助我们那个 那个胰岛素的周边的 那个活动能力的 那就是呢 经常用那个射炎呢 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呢 是好好地应用我们的胰岛素的 而那个尾呢 是令到那个 那个胰岛素呢 是那个效力是加强了它的 那正常正确的尾和那个 那个鱗的水平呢 是可以可以增加我们身体 应用胰岛素的那个功效的 那会减低我们 就是糖尿病的后遗症啊 和那些风险呢 那也都是呢 就很多时候呢 因为我们的糖尿病的弱的副作用呢 就会导致糖尿病很多的后遗症的出现 那所以任何的简单的有效的工具呢 是可以减低我们应用那个胰岛素呢 可以说呢 是大大帮助我们 那个糖尿病的后遗症那些问题的 那原来在皮肤方面呢 是湿疹的哦 那湿疹呢 的问题呢 我们可以呢 就说呢 在湿疹的为什么会出现呢 往往呢 就因为我们那个 皮肤那方面 那个酸的水平增加了 因为呢 是很多些细菌 在那些就是那些死的细胞里面呢 皮的死的细胞里面呢 是滋身很多些细菌 导致我们那个酸性的水平是增加了的 那如果我们在遇到这些情况呢 我们可以用那个 一些浓的射盐呢 的溶液呢 是塗在我们那个濕疹的那个地方呢 那也都可以减低 就是可以帮助我们 我们减低这个濕疹的问题的 嗯 好了 那就讲一下那个 电离子 电离子 那我知道呢 射盐呢 是可以我们 调理我们身体的电离子 帮助我们那个神经 是肌肉的正常的功能 啊 神经和酵素那方面的正常功能 那我也都知道呢 这个盐呢 也都帮助我们呢 是好好地应用那个盖的 那就是说呢 是盖和盐呢 是令到我们的神经那个 那个输送的那个 那个讯息呢 那个程序呢 是一个很重要的 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 那我们都知道了 就 那个 美和盐呢 如果是可以很容易 在我们身体里面 吸收了进去 那就帮助我们呢 维持那个酵素的活动 还有呢 是平衡 我们那个 电离子那方面的水平的 那这个也是 就是导致我们那个 电离子神经系统 那个 信息的传递 是很重要的 好了 那在精力那方面呢 我们的能量方面呢 我知道了 浸浸那个 射盐浴 可以帮助我们 放松身体 也可以帮助我们 舒减我们的那个 压力 那所以很多时候呢 我们发现呢 原来呢 是原来那个 射盐呢 是帮助我们增加 身体我们叫做 ADATP ATP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身体的 那个 那个 就是那个 能力的单位 就是能量的单位 那就是说呢 我们浸浸浴之后呢 那人呢 会不单止会 鬆弛了 轻松一点 那也都呢 那个精力呢 那身体呢 也都会觉得精神了 嗯 好了 那还有一个地方呢 其实这一样呢 我以前都在我们的节目 都讲过几次的了 那原来呢 射盐呢 是可以呢 是 是处理 帮助我们呢 是处理什么 白羊 症症 那通常用法很简单 每天呢 就用半茶匙的射盐呢 是用少少在铲汁那里 每天之后都去喝一下 那如果有时这些人呢 发现他自己有那个阳间症的 那吃很多很多些西药啦 那我知道啦 然后用西药来控制阳间的问题呢 第一 什么时候都不知道 好不好的 其实都很难知道的 那但是呢 那个西药的副作用呢 令到神仁制很呆滞的 和神经那个 那个 就是他那个 一般的发展方面呢 是会有障碍的 那所以 与其是这样呢 我们觉得我很多时候呢 都叫病人呢 不如呢 是试一下呢 是采用 就是服用半茶匙的射盐 混合在果汁 一天之后就喝一次 那可能有些三分之呢 因为射盐子都是苦的 他不一定喜欢做的 那所以如果有时候 那些婴儿或者小朋友 这些问题呢 那我叫他 就经常浸浴 好了 那射盐子也可以说 去死皮的 去皮作用的 那通常呢 就用在一些 橄榄油 或者肉油那里 混合了之后呢 那我们可以呢 就是帮助这些 这样的 就是去死皮的 那但是小心呢 就是通常呢 就不要 就是这些 这些射盐 就不应该 倒留在皮肤的时间太长的 那就是 冲了凉之后呢 就应该 就快快去 就冲走一下 这些射盐的 好了 还有一个应用的地方 就是胆石了 那我们原来呢 当你有时候 有些人胆石发作呢 我们都可以用 射盐肉 或者射盐的枯 枯在那个 那个胆石发作的地方呢 是可以减低 那个胆石的 那个抽痛 那种 搞痛的胆石的问题的 好了 另外的地方呢 就是那个 痛风了 那发现呢 如果有些人呢 痛风呢 一只脚子痛得很厉害 又肿又肠 那可以呢 是浸那个 那个 浸浸浸浴 用一些射盐 下去的 很简单 用一些暖水 浸一些射盐 那就 有空来浸一下 浸一下 那通常呢 那通常呢 就是用大约2-3茶匙 就是一个浴盘 那里呢 那将脚子浸进去 那通常呢 在这个情况 水呢 就做越热越好的 热的水越热越好 那同时呢 浸呢 是浸呢 大概半个小时 就是有时发现 那个痛风又发作的时候 好了 另外一个地方应用呢 就是个头发 那会发现呢 经常浸那个 那个 蛇盐肉呢 就可以 减低那个头发的剝落 也都是减低我们那个发尾呢 有时候呢 就是开裂的问题的 那因为呢 蛇盐呢 是可以呢 帮助我们那个头 那个毛囊 那方面呢 的营养的 那令到我们的头发呢 是变得很光滑 很健康很漂亮的 那这个呢 可以这么说呢 这个是一种 用在那个 跟那个 洗发水一起用很好的 那如果你是 有些 就是 头发是油性的头发 那你就加一些射盐 去做一种 就是在洗头的时候 可以加进去的 那射盐呢 也都会令到你那个 那个头发呢 是会增厚一点 就是总之是 令到头发漂亮一点 那就是有一种 护发的方法 好了 那刚才说回 心脏 是心脏 去帮助我们 血管的弹性 那可以调理我们的 血压呢 是减低血泉 在那个血管里面的血泉 那个出现了 好了 那总的地方 就是消化了 消化的问题 消化不良的问题了 那原来呢 那个 射盐 那个硫黄那部分呢 是可以帮助我们的 消化的 很多研究都发现呢 原来呢 那个硫黄呢 是帮助我们的疑状呢 就是分泌多些疑状的酵素 那我们知道了 疑状酵素呢 就是很多的消化蛋白质 和脂肪的酵素的来源 是 好了 那还有些什么地方呢 那大家有时候呢 有些头有头湿 那怎么算好呢 那如果真的有头发有头湿的时候呢 那我做一种浓的射盐呢 就在一种冲洗的头那里 在那个 在那个 在那种冲凉的时候 是就 就是护发素的 那比较浓一些的 那射盐的 的 的 的溶液呢 那通常呢 就留在头那里呢 大概起码要15到20分钟的 那 那才呢 就用 过后呢 先用那个洗头水呢 就将它清乾淨它 好了 那射盐呢 那是跟我们的精神的健康方面 那 情绪健康方面 都很有帮助啦 因为我曾经所说啦 那 那射盐呢 是帮我们制造血清素啦 那 那只要血清素呢 是令到我们很开心的 那我们的一种的化学物质的 那 那令到我们身体呢 就很安长啊 很放松啊 很放松啊 很放松的那种感觉 那射盐的那个 那射盐呢 那那个铃子呢 那那个铃子呢 也都可以减低 我们的那个 腎上腺素 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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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感觉 那可以 降低我腎上腺素的那种刺激的 那当然啦 当我血压减低之后呢 就会令它 产生一种 很安长 很舒畅 很放松的那种感觉 那帮助我们睡眠啦 那很多时候呢 那些人如果是睡觉叉呢 那 那临睡之前呢 其实呢 当然呢 可以浸一个这个 那个射盐的肉的 那可以看到呢 其实效果很多的 那还有一样呢 就是那些人呢 运动之后呢 不是很流行的 是不是 周身肌肉冤痛啊 那原来呢 射盐呢 是可以减低 我们的那个乳酸 我们身体的 过渡那个肌肉的活动 是制造很多乳酸的 那这些乳酸的 lactic acid 就会导致我们的肌肉的痛楚 那我们这个射盐呢 是可以减低 这种痛楚 和肌肉的僵筋呢 减低痛 和姜肉的抽筋 那所以呢 啊 每日呢 如果我们想 就是舒舒服服的 浸肉呢 那很多时候呢 应该加上些 那个瀉盐的 那我曾经都提及了 原来瀉盐呢 是一种 一种 我们叫做 消炎作用的 那其实很多的止痛药呢 其实都是一种消炎药的 那所以呢 射盐本身呢 就可以说是一种 天然的 身体的止痛药 那可以减低 那个发炎的问题啊 令到我们的 那个肌肉的 冤痛的肌肉呢 可以很快舒缓 那还有呢 扁头痛啊 和那个 支气管的 敲传 然后敲传 一种抽缩 那射盐呢 一种放松 是我们的支气管 那些肌肉的收缩的 好了 那如果万一在那个 人虎 你知道人虎 有时都可能 有一种人 人神奇的一些问题 包括呢 人虎那些抽筋的情况 那我知道呢 在怀孕期间 你当然不太方便 用这些任何的 化学西药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可以浸浴 来帮助我们 我们减低 这个 宋仔的 婴儿 因为抽筋问题 是出现的 Cerebral Palsy 脑麻痹 这种问题 其实挺严重的 好了 再说回皮肤那里 那我们可以去水皮 令到我们皮肤更加光滑 和柔软的 那通常呢 我们在那个洗面的 过程里面 我们都会加一点 射盐 来到洗拆 当成射盐 来到 这种水皮 你会令到皮肤更年轻的 那种皮肤 好了 那还有一个应用地方 譬如如果你发现 身体有些刺 有些木刺 有些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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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么办呢 我原来都可以用浸浴的方法 浸射盐方法 例如你手指 有些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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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可以用浸浴的方法 是帮助身体排出来的 那有时扭伤 任何地方的扭伤 记住 很简单 用两杯射盐 加上暖水 那里 它即时可以减低 这方面的问题 好了 那压力 我都再重复过几次 压力 是令到我们的身体 那个尾 是流失的 那也都我们身体 是增加我们身体的 有一个肾上腺的水平 那尾是可以抵消这个肾上腺的作用 肾上腺是一种压力的荷尔蒙 那当然呢 是即时可以帮我们减压 那在一个浸浴的方面 我们身体可以令到 即是很容易吸收 那个尾和那个硫黄 是令到我们身体那个硫失的尾 很快可以得到补充 那我知道呢 硫黄是个身体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那硫黄本身是一种排毒的作用 改善我们身体的营养吸收 尤其是关节的蛋白质 腦袋的组织 和很多黏液的蛋白质 其实都是靠需要我们那个 所谓硫黄的方面 那就是说 在这方面 硫黄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那最后呢 还有一样东西 就是我们那个 灰甲 你知道灰甲是一个很环固的问题 是的 那如果这个灰甲呢 其中一样东西我们可以做呢 就是用浸个盐水 一天要做三次 那么多的 好这一节时间差不多 稍后回来继续 自然疗法与你 我们的题目是射盐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绿气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气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信息 健波能量活水气 生命资源 健康之全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回来第二节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集的题目 射盐 那袁医生刚才提到 射盐有很多应用方法 那刚才你说 通常都是外用多 譬如是浸浴 浸脚或者是踩在皮肤上面 那除了 它可以用来处理抽筋问题 或者是发羊调的问题 是内服之外 那其余的方法都是外用的 那会不会对皮肤很干呢 很多人都想到盐 用盐液身体 皮肤会不会干 很有趣 射盐在我们的皮肤浸浴 是不会令到我们的皮肤干燥的 它只会令到我们的皮肤 是更加润滑 很滑 很smooth 而且是很有光泽的 就和一般那种 一般的 就是大家在浸 浸盐水 浸咸水 令到皮肤会干干 虽然是相反的 哦 那如果我们用来浸肉 或者浸脚 是要下多少呢 还有浸多久呢 那即是既然是大部分时间呢 都用来浸肉的方法 那首先我们知道呢 我们的皮肤呢 其实我们的皮肤呢 是一种 我叫很porous的 的membrane 那其实呢 是有渗透的 那大家也都听过呢 那个液渗透 是吧 液渗透呢 是用来一种 泪水的方法 令到干净的水 令到很多些 水里面的重金属 一些雜质 那些化学物质呢 是用一种 的membrane reverse osmosis 里面的 所谓液渗透那种 那种膜呢 是将它割除的 那其实在 在我们那个 利用那个 那个 射盐 来处理健康问题呢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是用浸浴的 这个方法 那我通常来说呢 就是看你的 那个需要 一般来说呢 如果一星期做一次 做浸浴浴 那用两杯 用两杯 射盐 浸浴浴 一浴干的水 浸它20分钟 那当然啦 如果你是有 头痛啊 扁头痛啊 敲转啊 这些 或者呢 常常有伤风 喉咙痛 常常有伤风 其实可以用这种 很简单的方法 那当然啦 如果你是 可以 增加自己的体力啊 在这方面呢 其实你一个 一个星期做三次都可以 是 那就是 用在大浴缸里面呢 其实你需要的分量 大概是两杯 这样的分量 那好啦 那有时候 你说我浸浴呢 浸脚呢 我刚才说了很多浸脚的方法 那浸脚的方法呢 就算你家里没有浴缸也好 我相信大家都很容易 在外面买到一些 所谓的面盘 是一个简单的 basin 那一个大的面盘呢 那我需要的分量 大概半杯 半杯 半杯 那就可以浸 那就可以浸 没有所谓浸多久的 你自己觉得 人家很够就够了 那通常呢 就是一杯 一大杯的水里面呢 比如你脚痛啊 走路走都辛苦啊 很多人在工作上 要常常走走 那这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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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浸脚用半杯 那有时候呢 可以加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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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细菇 那些 那些 尤其 那个 底部 呢 当然相应你用的份量会少一些 还有我曾经提及护法 例如去水皮是怎样呢? 去水皮我们通常用多少呢? 大概用半茶匙的卸盐 你平时用的洗面膏或洗面奶 你这样用下去 再用凉水清洗 然后用凉水清洗 放在一些肉油或橄榄油 大概一汤匙的橄榄油 自己搅拌均匀 然后塞在皮肤主用的地方 来搓在皮肤的腰围部分 然后用水清洗 黑头方面如何做呢? 我们会用大概一茶匙的射盐 再加三滴的Iodine 大家未必买得到 如果有呢 记得可以用Iodine 再滴下去 放大约半杯的滚水 用这个涂茶 用棉花棒或棉花球 涂茶我们黑头的方法 这个可以令我们脱掉黑头的问题 好了 还有呢 就是我们 作为护发方面 护发素 如何用呢? 我们可以用一加两个水 用一杯柠檬汁 再用一杯瀉盐 混合了之后 就是 等它自己混合了 24小时 这个混合物 一加两个水 一杯柠檬汁 和一杯瀉盐 等它混合了之后 等它大概24小时 到翌日呢 就可以将这个混合物 放在你干的头发 等它大概逗留 大概20分钟左右 接着呢 就拿洗头水 一般的正常的洗头方法 好了 那如果脱脚气 是不是 那用多少呢? 大概用半杯的瀉盐 放一些暖水 将它浸脚 就浸脚 大概浸 大概10分钟左右 那任何的烟痛 那些脚 或者脚 或者脚 很多的硬 死皮 都用这个方法 好了 想增加头发的厚度 令到头发变得更浓 和厚 那怎么做呢? 亦都是用一般的 conditioner 比如护发素 同等部位 再加一些石形 是 那就是一个烟的锅里面 将这个的 混合物 大概就是 就是 混合它 煮至它 然后呢 涂在头发那里 大概20分钟左右 是 那就是做一种护发素 那就是 其实呢 射盐是可以加在 我们的一般的 那个洗面奶那里 那里 亦都可以加在 我们一般的 护发素那里 是进行这方面的 那个治疗 OK 原来射盐有这么多功效的 尤其在美容方面 那但是我知道 射盐 除了可以应用在 日常生活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个功能 就是 最清肝胆的时候 我们是需要用到的 相信大家都在 应用射盐 在治疗医療里面 我相信很多人 接触射盐 可能第一次 就是在 清肝胆的时候 用的 所以我说 Muco Magnesium 就是那种射盐 一般你外面买 你可以买到 它叫做 Muco Magnesium 即是叫做 美奶 美奶片 其实是一种 射盐作用的 好了 我知道 清肝胆 很多时候 就会用射盐 喝射盐 喝射盐 三四次 然后才喝油 射盐 其实射盐 在这里做到什么 角色呢 第一很明显 就清洗了 那个腸道 清泄了 不会有很多食物 在里面 还有射盐里面 射盐里面 是怎样可以放松的 放松你的胆囊 肝胆 肝胆 肝管 接着你 喝射盐 因为肝胆已经放松了 那些油 就很容易 可以流出 射盐 所以在清肝胆的射盐 其实作用就是 帮你们 第一清洗干净 那个食道 大家有这么多 污脏的东西 接着呢 就放松你的肝胆 让肝胆 让肝胆 可以畅顺地流出来了 哦 原来是这样 那你刚才还提到 原来 射盐是可以 用来做圆艺的 那它对植物 有什么帮助呢 那你都知道 食物里面 我有那种叶绿素 是吧 Colophil 那我们身体的血 那个红血球里面 那个Hemoglobin 那个 那个 是有什么 是用那个铁的 但是叶绿素 那个绿色那里 它那个是带氧的功能 是不是用铁的 是用什么 是用尾的 那就是呢 植物里面的叶绿素 其实呢 它主要那个 矿物质 就是那个尾的 所以呢 因为我们的 土壤里面 我们这种 化学的 化 就是用那个 化学那些 这样的 物质 道致呢 我们那个营养 那个尾的营养 是大大降低了 那所以呢 在那个营藝 在那个农作业 那方面呢 我们很多时候呢 就会加一些尾 用射营的方法 的 尤其是呢 是种植的那些 番茄啊 薯仔啊 和那个 青椒 pepper 这方面呢 其实呢 是很重要的 所以呢 很多时候呢 我们在那个 就是那个 那个化肥 就是施肥的过程里面呢 是自然的施肥呢 我们都会用一些 用一些那个射营的 那 所以你看到 那 在我们的 应用那方面呢 我们 很多人呢 文明人 遇到一些健康上的问题啊 很多时候呢 就会 就是 很快呢 就是用一些 所谓的那些 药物啊 吃个吞 药丸 因为很快可以 即时处理到的 但是说真的来说呢 真真正正的 的解决方法呢 就是一种这种茶医 一种射营的产品 一种射营的产品 基成数百形的历史的了 那 如果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呢 是 可以慢慢地 是可以 取代我们一般的 用的那些 那些药物的方法的 而最后 那个 那个问题呢 亦都可以很快 和很彻底 有效地 真正解决了 好 谢谢袁医生 和我们分享了 这么多资料 我们都可能大家都知道了 Diana 她其实呢 是一位 营养方面 都有很多心得的 那她自己都在澳洲呢 就拿了一个碩士的学位 是关于营养学的 那 过去 Diana 一直在陆创意里面 就用了我们的 陆创意的那些 食物的那些材料呢 是自己创立了 几个健康的食谱 那 那我或者呢 可以请Diana 把你自己的 最近的心得 是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有些什么的餐单呢 是可以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 好啊 那我今天 以下来 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牛油果黎麦沙拉 那如果你有不同子的话 就可以抄下 那首先 第一样的材料是牛油果啦 那我以下来说的是 这个是一人份的材料来的 那半个牛油果 另外需要 半杯的礼物 是煮好了的礼物 半杯 之后是需要 半碗沙拉菜 或者是菠菜的 那随你们口味喜欢啦 和一个小的蕃茄 那另外 酱汁方面 一粒蒜蓉 是要 切碎了的 那另外 还要 2汤匙的有机黑醋 3汤匙的有机橄榄油 和盐 黑胡椒 少少的 如果你喜欢甜味的话 可以加少少蜜糖啦 如果你是全素食者的话 你可以用甜菊叶 stevia 那怎么做呢 我们首先把牛油果切粒 另外泥物呢 就预先准备好的 那你可以把它 之前浸定 或者直接熬都可以的 那熬5至10分钟 熄火 跟着焗它一会儿 晾干就可以用的啦 那首先 用一个小碗 把所有 刚才我所说的材料 拌均匀它 之后就放到 蔬菜上面 搅拌就完成的啦 那这个就是一个 简单的 沙律呢 或是 和一个 嗯 一般的正餐 都够饱的 是啊 因为泥物都很饱吐的 那它 有丰富的奥迷加酸啦 和按计算的 很适合减肥 和素食人士的 嗯 那泥物就通常是 一般的煮 是有些什么 要特别留意的 例如煮粥 煮饭 煮粥差不多 那最好是 预算它一份泥物 三份水 就是水比较多 是啊 没错 煮多久 一般泥物 大概五至十分钟 滚 滚起了就OK的了 再烤一烤 那它就会收干水的了 那它那个汁感呢 好像干 烟烟硬硬的 是有少少像饭的 是 那大家如果想多些了解这个资料 其实我们在网上呢 网址呢 我都会把这个资料放上去的 那你看到 没错 看到一幅图片 那跟着呢 那个主要的成分 多少 那和做的方法呢 其实可以简单来说呢 因为呢 我主要是想 八派手手 那搅拌 就是搅拌 搅拌就可以了 好了 那我们还有些时间呢 那大英雷可不可以再讲 那给多个菜式给我们看一下 好啊 嗯 那以下来的这个呢 就是豆腐干有机桥蜜沙律 那我们要先预备有机的桥蜜面啦 还有是豆腐干 如果你喜欢的话 可以加一点海带或者紫菜的 另外我们要预备一些果仁 除你的口味中意 你可以加 虫子也可以 阿麻子也可以 那另外 其他配菜呢 呃 半个番茄 半个红萝卜 半条 青瓜 小小的生菜 那把它切好備用啊 那另外我们 用一个小的碗 用三斤有机的橄榄油 2斤的黑醋 2斤的醋 2斤的醬油 和一茶匙的 有机面糞醬 就拌均匀 在一个小碗里 之后就将 那些酱汁淋在刚才的材料上面 就完成到一个非常之简单又美味的沙律 好 听起来很多都是这样切一下 不是很多煮的 除了那些 除了那些 材料 那些 材料 之类的 那些要煮的 大部分呢 其实就这样生食了 那个豆腐干 你都可以 烤一烤的 一般的豆腐干 是怎样的 你可以在超市买 或者街市买 都可以 那超市 它是一粒粒的 那你可以把它 就是 飞一飞 街市那些 亦都是一样 嗯 OK 那我们相信 这幅我们都会将 这个 餐单 那个菜式 就在拍了一幅相 在我们的 网址上面 是我们这一集的网址 那大家都可以 作为一个很快的参考 OK 好了 那我长小时候呢 那可不可以再说多一个 再说多一点 就是你设计了多少 嗯 好 那我另外这个 也是非常之简单 易做的 那就是 鹰嘴豆 沙律 都是沙律来的 这个 那首先我们的材料 有 半杯鹰嘴豆 一个蕃茄 和一些沙律菜的 那鹰嘴豆 你可以用 未煮好的 即是一包包 买回来的那些 那你就事先把它 浸好了 可能浸几个钟 或者是前一晚浸好了 那之后你当日要吃之前呢 就把它煮滚的 那大概是煮十五至十分钟 跟着熄火焗一会儿的 如果你想快捷一点的话呢 你就可以在六创二健康店那里 买有机的鹰嘴豆 是罐头的 那在一个小碗里面 又是 将甜谷叶 或者是蜜糖 或者是 枫叶糖漿 两汤匙的 加上一些 芥末 拌均匀 之后可以 拌上你刚才的材料 鹰嘴豆 番茄 和沙律叶 最后 因你个人口味 可以加上 盐 和黑胡椒 上去 那就完成了一个 很方便 快捷 又美味的沙律 你说用沙律叶呢 通常我们是 通常会用哪一种的蔬菜 做沙律叶 一般来说 通常会是 用譬如 生菜 最常见的 超市都很容易买到的 如果你想要不同颜色的菜 有些是一包包包包的 你也可以选择那些 有些是有机的 有些是普通菜 可以视乎你的喜好 其实说沙律叶 这些超市是一包包包的 有不同种类的叶 其实没所谓 总之有些叶的成份 有番茄 还有臭豆腐 其实也挺饱的 也有豆类 我和大家最近都分享过 我们最新的食物金字塔 跟以往很不同 以往我们有很多谷类 做打底的淀粉汁 我现在主要是用蔬菜 最底层是以生的蔬菜为主 在蔬菜里面我们尽量不要吃那些有根部的 不要吃薯仔、番薯等 一些是淀粉汁很强的 这个是最底层 我们建议用蔬菜为主 因为生食 所以用沙律为主 大概吃多少呢 我们说大概吃六份八份 其实我们每一餐吃什么都好 最好有些蔬菜和沙律 我也和大家分享过这个资料 如果你喜欢吃肉 其实没所谓 但如果你吃肉的时间 你同时用蔬菜包着肉 就像韩国人的烧虾吃饭 原来肉坏的问题 就可以抵超了 所以沙律是主要的 我们新的食物金字塔里面 然后再上一格 金字塔再上一格 我们就吃什么呢 就是水果 其实水果的营养成分和蔬菜很相似 只不过一格糖分高一点 只不过一格糖分高一点 除了水果 我们就另外一边 就是什么呢 就是那些豆类 我洗水果 cheak piece 就是那些不同的豆类 那再上一层 那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那个种子 尤其是那些发了芽菜的种子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那种splow 那还有呢 就是油 是不是 我需要好的油 那煮食的油 我都认为 最好都是用橄榄油 椰子油 那我最近呢 在布置里有看多份资料 那他呢 就说那个 就是香港现在很多电视节目 那些帮人的电视节目 有位可能就是 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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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星的 主持人 那他就 他就用那个橄榄油呢 那个 温度呢 就用得很高的 那在那个节目里面呢 就是那个报道呢 就说 那些橄榄油 不可以这样用的 不可以用那么高温 那要不然会变成 致癌的物渣 那其实很多的油呢 在高温主理之下呢 都是变成一种 就是有致癌的成分的物质的 那所以呢 任何的油都好 那始终呢 橄榄油呢 是可以 就是高温主理的 那都不要过高 那就是不要直接 弄到爆火出来 那和那个椰子油 那当然呢 这些是煮食的油 那那还有些呢 是比如麻子油 那和最近我们叫做 Hem Oil 麻子油 其实对皮肤问题很好 那这个呢 就是第二个阶段 第二层 那我们所说的 就是我们的食物金字塔里面 那最高那层呢 那还有些什么呢 那其实呢 我们都用肉类 那肉类里面呢 都是那些是那个 花蛙 菲琳白肉里面 那还有鱼呢 就为主的 那那你看看我们的 今次的新的 食物金字塔 和以前有些什么不同呢 以前我们呢 很多什么呢 很多 菊类 菊类 那还有一个呢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牛鱼类的食物 那新的食物金字塔里面呢 其实那个牛鱼类 完全没有了 那牛鱼的问题呢 其实呢 就是我们都很多的资料 在健康店里面呢 也有 有 我记得起码有两三个 我们那个 有个DVD 那些纪录片呢 是讲述那个牛鱼 那个本身有什么问题的 那好吧 那这次时间都差不多了 那如果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和原医生 回乘带以下这个电话 2577-3798 拜拜